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純 香港今早由中環望出維港兩岸 看到天上的雲都較為多 原來在一股偏南氣流的影響之下 在雷帝影像看到 昨晚到今早在香港以南的水域 其實有些雨區發展 並且靠近到沿岸地區 由午夜到早上的七點鐘 可以看到香港不少地方 都錄得幾毫米的雨量 預計香港今日都會有些趙雨 以及各部地區可能有雷暴 不過同一時間 在衛星影像看到 廣東沿岸附近的雲層 其實組織較為鬆散 所以預計今日日間不下雨的時候 其實都有機會見到陽光 至於看遠一點的時候 可以看到菲律賓呂宋島以東的海域 可以看到超強颱風蘇拉 我們預計來近一兩天 蘇拉將會在那裏徘徊 再之後就會大致移向台灣、福建 以至廣東東部沿岸一帶 不過它的路徑仍然存在變數 大家亦都可以留意天文台的最新消息 跟著一起看看香港今早各區的氣溫 去到七點多時 見到大部份地區的氣溫都在二十六、七度左右 我們預計香港今日的天氣 將會是大致多雲 有幾陣趙雨 局部地區有雷暴 預計日間部份時間有陽光 下午會是酷激 最高氣溫大約在三十三度 風方面會吹著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 有些電腦的預測圖可以看到 來近一兩天預計廣東沿岸地區 繼續有一些陽光趙雨的天氣 所以我們展望 在未來的兩三天 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亦都有幾陣的趙雨 預計日間酷激 留意星期二稍後的時候 就要會較為多一點 一隻聽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